对管理层或公司发展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因为它本身用44.2%去做公估价 本身习到资金可以还债 以及对资金压力比较少 在现在的利息方面已经高了这么多的大背景之下 相对会比较稠 我估计首轮的沽压已经完成了 未来可能只在一个区间横行 所以我倾向是继续持有 因为在这个水平买入的话 似乎短期上升空间不会太多 但反过来,如果有点反弹的话 起码沽高1、2、3 元的话 你的潜在利润会更加吸引 所以现水平以不变,应万变 我想有货的,我建议可以考虑供 因为以一个这么低的价格加得住 甚至乎你本身持有一个长线更加值得去供一供 反过来,没有货的 我觉得可以等到过了公股的情况之后才去买 因为短线都会收到公股消息 令股价是有点波动的 而主要不是说持有长线也不想供的 你可以考虑在随权之前去沽出 这个都很简单的最新一步策略了 作为一个散户,我到底公股不公股好呢 这个要问回自己,到底是长线还是短线 其实如果我觉得未来方面是长线的 可能我拿着一个比较长小时间 例如三年时间 其实我觉得公股都无所谓 因为其实我对于领战方面的管理层 就有信心的失客 他过去很多收购的项目 其实都做得不错 如果短线的话,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说是五公了 计较对利息涉散开支成本的话 其实跌到这些位置 我反而觉得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都会建议如果有股份的投资者的话 都不妨可以考虑在公股 尤其是如果你六十多元持有的话 你透过公股 其实将你的平均成本是可以拉低了 而现价仍然都高过公股价 所以仍然有直播率去公股 只要没有货的投资者的话 其实都可以考虑在52-53 水位 是吸纳 再加上公股的话 其实整体成本可能低于50元 如果是计算于腰水平来计算的话 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但重点是 就算公和不公到 都是要处理的 因为如果公股 固然你就要准备资金去公股 这是代表你看好 未来领展的后市 但如果你决定持有大人公股的话 要留意公股权都有价值 是可以卖出去 拿回一些利润 这个一定要处理 本身3月9至3月10日的时间 你可以将公股权卖出去 其实可以收回笔钱 可以帮补近期的损失 当然 其实本身30日会正式上市 这个作为一个短线投资者的部署 如果长线投资者 你想买的 我不反对 本身来说 五公一 其实本身你可以照公 而本身 公回来 但是有一定长线心理准备 因为未必那么快 可以赚到钱 但是反过来 你可能 我会买一些公股权呢 或者可能会不会公多些呢 其实公多些 如果对长线投资者来说 都是可以的 但是要是长线 都是刚才说的 最好有最少两年时间的准备 这个其实会比较好一点 提升公股权另外有个线 所以大家投资者方面 或者散户方面 记得问经纪 他那个公股权的线 如果你想买多些公股权回来 供多些股 就要在市场上买的 这个都要看他当时的价格 造价到底做多少 我想考虑 可否供多些的话 可以的 因为其实你 除了本身 你那个公股权 有多少派给你之外 你可以到时是 在公共交易的时间里面 再买多一些公股权回来 额外做的研究 但额外研究这里 也是跟个月券商 做相关的手续 但是否一定保证 回到这么多货 假设你要供多 可能一万股 是否一定回到 这就没有一个保证 到时大家分货 公股的情况 再做一个判断 另外提到一点 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公股比例 今次是五金一 理论上说 你要拿着五手 倍数或以上 比如五手 十手 十五手 你才可以供到整数股的手数 就不会有税股了 但如果你是假设 800股 600股 这些不够五手 倍数或以上 你是有税股的 这个可能要想一想 到时回来的税股 如果你要再沽 税股的价钱 就比现价更低一点 甚至你也要考虑 想抽个数 在除权日之前 就可能买够了五手 倍数或以上 令到没有税股的产生